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申请的学校的时候 过去的大学比较容易去评估这个学生 因为当时很多学校还是用SAT或ACT 还加上你学校的上课的GPA 做一个大粗略的评估 它大概成绩就会出来了 现在因为很多学校里面 把SAT的成绩变成是Optional 就是说你有成绩你可以送交 你没有成绩也可以申请 造成申请的人急速上升 越来越多人申请的时候 大学的人手没有办法增加 所以这时候他们在看学生的时候 就凭当时的心情来挑学生 这个是很重要一点 就等于是说 今天如果说你的个人的气质 你的生活的态度 你的思想观念想法 是跟这个大学的理念比较谋合的话 这样子学生比较容易被录取 所以就等于是说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跟在找对象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大家是气味相投 大家是理念相同的话 比较容易进去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 在我们6月26号的时候呢 我们ACI南加州学院会开 申请大学的自传写作课程 这个对学生来讲很重要在哪里 你要用一个很精准的语言 让大学知道你跟别的学生有什么不同 而并不是只是你做过了哪些事 你参加过了一些活动 你就一定大学会知道你的实力 或者你的高度 因为做过的东西最后还是要用文字来表达出来 所以写志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光是好别人不认同不知道不同意的好 其实也只是关在家里的好 出了门就不一定是好 所以我觉得在申请大学这件事来讲的话 找到一个专家来辅导你申请大学 是非常重要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关于说你的GPA 很多的学生说认为成绩单上那个GPA 就是他申请大学的GPA 答案对不对不对 因为在申请大学的时候GPA是经过重新换算过的 某些课是不列入计算的 某些课是他不能去重复计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12年级的孩子的家长都欢迎说 跟我们学校ACN来加州学院电话预约一下 一个免费30分钟的咨询 你可以把你孩子的成绩单发过来 我们帮你重新评估一下 说你孩子的GPA现在是在换算出来是多少分 那你可以适合的学校是哪些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就说 我们要让家长知道 现在的GPA是做过第一个申请大学的评估 第二个就是你的自传写的好不好 第三个是你的推荐性 第四个是立学校室面谈 每件事情都做得好的话 申请大学就是胜利在望 有机会进到理想的大学 谢谢各位的收看